大家好 从去年11分 我老婆就是把旧房子要重新装修一下 然后这个四季方案都经过几个月来 她几乎每天都在想这是什么 我反正是不管只要她想这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我说的她肯定也反例 所以只要她觉得可以的我都同意 但是唯一不同意的就是这个地方 一开始她说的 她说这个厨师把它保留住 然后在这里再弄一个一定的宽度的一个孤道 这样再弄一个孤道 然后孤道外面再打再打厨师 然后人就进去从这个地方 然后进入孤道 然后人相当进到孤道 然后往这个厨师放东西 这个一看就不行 如果东西大怎么进去 孤道这个展开不了 那么这个宽度墙里面本来就有几个公分了 再加上孤道出来 这样要一美多 然后一震来 然后感觉这个太摘账了 我觉得这个我就反例 然后后来请了好几个实际公司公司的人来 当她把这个想法一说的时候 所有人都反例 没有一个人赞同她的 后来进入了大概十几次 她觉得终于放弃这个方案了 还是采用现在这个出货柜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把这个拆掉两个重新打一下 好这个基本上就按照现在的布局 这个是一震来的大门 然后一震来的大门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家里这个电视机 这里是两个屋设 这边这是一个厨房 然后这边一个卫生间 这个是厨房 看就这个是卫生间 这个是厨房 这个是卫生间 这个是厨房 这个是厨房 现在有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 指望这个机构保持不变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老婆现在根据另外一个实际师傅的想法 就是说 她说要把这个 那个实际师 说把这个门抖起来 变成一个墙 将来这边呢 变成鞋柜 然后呢 这边墙这一块再打掉 然后进去之后 然后这边 卫生间和厨房 这不是一个墙吗 在这边开一个门 在这个厨房间和卫生间开一个门 然后要进厨房的时候 通过这里 然后通过这个开的门进去 就是说这个方案 一进大门 然后 一进大门 他说 把这个 这里本来是一个门 把它堵起来 变成一个鞋柜 然后 能够进去 卫生间 这个通过这里进来 然后这里弄个移民 这是一个 中修师傅这样想的 然后我老婆觉得 她这个 她开始反反反复复 然后她现在也觉得 也采用这个了 中修公司之前 我们找了一个中修 已经交了几万块钱 然后订了这个 是采用了原来这个方案 就是什么呢 厨房还是厨房 为人家还是为人家 就保持机构基本上不变 其实唯一变的是 要把这里 这里本来墙在这里 把这个打也是打掉 打掉 然后在生存一部分到厨房里面 因为这块整个是厨房 现在的布局 也是把这里一个墙打掉 然后拗进去一块 然后在这里面放什么洗衣机 或者冰箱 可能放洗衣机 不知道冰箱 我搞不清楚 可能放洗衣机 就奥进去一块 然后这里弄个移门 或者什么 这里进来 然后厨房 然后她 本来我们的厨房 直到这个地方 然后她把这边一个墙打掉 这边一个小墙打了 不知道是不是乘中墙 然后变成一个 幼稚井的这样一个机构 把水槽放在这 本来我们现在的水槽 是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的水槽 这个冰箱 就是把这个打 把水槽放在 靠在阳台的地方 这个是白阳台 放在阳台的地方 这样呢 这个就很大 但是需要把这个 两个一个墙要打掉 这里是一个墙 这里也一个突出来的 这里也一顶突出来的 所以她这里地质房也有破坏性 把两个墙打掉 把它通过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纠结的就是 电视机怎么放 现在我们电视机放在正中间 这是一方 沙发放在 这是我们现在的几个 也有的 也有的 我老婆有的 也想把电视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放沙发 那么这个地方放沙发 那么这个地方就要起一个墙 沙发槽和米扣 但现在好像还是主要是用沙发放在中间 这边还是弄个移门 然后这边弄个毕竟墙 然后在这里还有实际的空调问题 军机公司说 这里空调用一个封管机放在上面 然后掉一下顶 然后呢 我老婆说这个要放空调 不要用封管机 然后后来一统训军机公司 就用封管机 然后后来又变了 又要放空调 这个反复机来回好几次了 一会有空调 一会用封管机 就由于不定 就这个地方由于不定 所以由于不定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 这边到底是用封管机还是用空调 然后呢 这边弄一个毕竟墙 电视机嵌在里面 关键是封管机还是空调 这个它在纠结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冲伤和卫生间到底要不要打通 是吧 没打通了 现在的中究公司方案就是这样的 就是 基本上原来的局 这样还是这样的 还有 还有一种 就是我老婆听到一个中究师傅之前询问的 他就把这个 这里一个墙打掉一部分 然后这里放不下 这里还有一点点墙 然后 这里开一条门 然后我要进卫生间的时候通过这里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 弄一个衣门挡起来 这样把厨房和外面的挡起来 我老婆说把洗衣机也放到这边 我说洗衣机放到这边 又是台盆 又是卫生间 又是洗澡间 再加洗衣机全放在这一排 我老婆说这个地方放洗衣机 这个地方放台盆 这个地方放注冰机 这个地方是这个 那这个排了四个 我觉得肯定不行 这个长度根本不够 还不如原来这个 中究师傅这种方案呢 是吧 把洗衣机放到这个地方 南面呢 没什么好处的 还是原来几个 没有任何改变 是吧 这个是阳台 这个只不过我的 一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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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收厨 我的厨房收厨 这个新的 全部改成一柜 这个也是一柜 或者是除不柜 就四个柜子 但四个柜子也 不够我老婆放 虽然都很大 这两个应该都很大 他因为好多东西 也都放了几十年 都是新的都不用 比如这次 拆了这家里 好多那个 这个 烧饭的什么 锅啊 还有定火锅啊 还有什么 反正各种器皿有很多 就是锅 就有几套新的 从来没有用过 而现在用的 这个锅都已经进入 是被它擦得坏了 它始终捨不得冷 把好几个五六个锅 还有几个地面锅 还有几个什么 豆浆汁什么 都放在里面 藏汁都不用 都放了几十年了 所以它这东西放的太多 这里面本来我们这个厨房 放的东西都几十年没用过 里面再买了 我叫它这个不用了 藏汁不用了 你就把它扔掉 它也不能 现在开始终究了 它现在也有点冷了一点 好 现在请网友们帮我想一想 就是这个方案 厨房和卫生间 要不要想这样的把它打通 这种结构 还是采用这样的一个结构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地方 到底是用风管制 还是空调好 迟到我无所谓的 我老婆他想这么多 就这么 我没有任何反例已经 因为我反例也无效 他要怎么弄 肯定就这么弄 我就是录一个视频 看看让网友帮我提点今日 将来我告诉我老婆 他可以参考参考 谢谢大家